在2010年的时候 在华北地区 发现了一个二战时期遗留的 未爆的航弹 通常大型的航弹的话 销毁需要找一个空旷的场所 像引爆的形式把它销毁 但是现在基本上找不到这种 合适的这种空旷场所 所以相关专家和领导 就决定采用我们现在 地压水切割的形式 去把它处理掉 传统的水切割 在水切割行里面叫后混式水切割 它的原理是先把水来加压 然后再通过高压管输送到 切割枪头那儿 通过红锡的方式 把模料输送进来混合一下 喷射出来进行切割 采用红锡供杀的时候 就会把空气蓄进去 这是空气是在 微化领域是最不安全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叫低压两项混合射流 直接把水和磨料混合好 同时加压 整个一个过程 不会有空气融入进去 所以喷射出来以后 不会产生这个空气 对静电的这种积聚 排出来的这个乙穴和氧气的混合气体 对着这个切割点吹散一下 它不会把它引燃 证明我们这个水切割切割过程 不会产生静电 也不会产生火花 证明我们吧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